辣条大家都吃过吧 奇葩辣条有没有尝过 我在网上用买了两块 榴莲辣条 这个没吃过 好臭啊 真的 还没开袋 你的闻着一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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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榴莲味 来吧 在上班和上庆之间 选择了上头 来吧 上头吧 对于一个喜欢吃辣条 还有喜欢吃刘争的小女孩来说 简直是天降的恩赐啊 看起来没啥 哇好臭啊 哈哈哈哈 熏死我了 那你来拿两个什么 怎么样 哈哈哈哈 想要于是 你一个辣条塞你嘴里 又给你塞了个刘争糖 味道我还难怪的 而且好臭啊 我看别人说很好吃 今天这都烂嘴了 我都要尝一尝 好吃吗妈妈 这个吃在嘴里 就感觉辣条的一点甜 但是这个榴莲的味道有点太重了 是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待人不要太奇葩了 芥末辣条 你生会买啊 哈哈哈哈 啊 你这是要把我辣死吗 你先尝尝味道 说不定它比这榴莲的要好吃 哈哈哈哈 看到还有香菜的辣条 我都没买 哈哈哈哈 我挑了几款卖的最好的 让我来尝尝 哈哈 你们起来就太辣了 我怕我的极花糟不住 你先吃吧 没吃呢 都先开始眼泪玩呀掉了 芥末的它是这种圆柱型的 好吃吗 它这个就闻着芥末味很重 但是吃在嘴里就是辣 还好 我觉得这个比那榴莲的要好吃一点 你尝尝 怎么样 是不是还可以 不行 给这个相比的话 这个不就好吃多了 嗯 就是蛮辣的 我有点接受不了太辣了 哈哈哈 吃完这两款辣条 我总结了一下 这个芥末味的还可以 就是有点辣 配个大馒头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这个榴莲加辣条 一加一等于二的 但是这个味道 让我太失望了 下次我再搜索什么好的 再给大家来拍一期 行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明天再见吧 拜拜